我是梁山之队 西商大队 四中队 二班副班长 赵茂义 我今天跟大家讲的是 我从接近火线到成功避险的过程 当时我的指导员 胡贤陆和我的班长 王春华 我们十名同志 从三级去半腰 去清理两处烟点 当我们行进到烟点的时候 我们经过十分钟的铺就 将两个烟点出灭 由于悬崖有两处 我们够不到的烟点 所以无法铺就 当时我的班长 他听到了下面有文竹爆裂的声音 当时他就爬到了一棵非常高的树 往下看 他就说 下面已经有烟了 然后随后给我了指导员汇报这个情况 我指导员向我的教导员汇报了 说山下已经有火 叫他们往右走 不要往左来 随后我们就指导员叫我们跟随他往右避险 当我们走到沟口 沟底的时候 刚翻过那个沟底 到对面那个斜坡的时候 当时下面的风声 爆裂声 还有 还有烟 特别大的烟 当时 当时 当时火 十秒不到 三脚 冲天就 就 就 就到我的位置 当时 当时 我指导员呐喊 快跑 我们 当时 十个人 平均地往前跑 他能跑到 一个 山极的四楼 一个 直径一米的 大档木 拦在我们前面 我是当时的第三个 后面 后面 后面有一个 是他从山下 直接就 滚下去 一直滚 因为火太烫了 温度太高了 直接就从山上滚下去 我指导员 我班长是先过那个档木的 我指导员是先过那个档木 翻上去之后 我指导员上不去了 因为当时 绝望了已经 火太大了 十秒 感觉 我经历了 一个世纪来不长 我该跑不出去 当时 我班长前面说 快跑 前面已经没有火了 当时 我指导员站在那档木上 我推了我指导员一把 然后 我就直接 我就把 拳成一拳 直接从岛木那里往下滚 当我滚出去 变滚出去的时候 我已经在火里当时 我已经感受到 那个大火 在我胃上 那个温度 当时 我们冲出去之后 往后喊 我后面的战友 已经没有人答应了 当时我最后看一眼 我班那个十八岁的小战士的时候 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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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个绝望的表情 当时 他那个绝望的表情 我今天 今天是 第四天 每天晚上 他都 灰尘梦里过说 万佛拿我一把 烧家的 灰尘梦里过 烧家的 灰尘梦里过 四十点了 当时 这种绝望感 当时 我们冲出去之后 我们四个已经 已经不知道 头脑已经空白了 当时 我们整大人说 这里不安全 还得往下走 但是 我在一个悬崖上 就直接往下 往下滑 然后 我在沟底的时候 遇见了 我们的 连山之队的 另一个大队 沟底大队 六中队 然后 当时 他 与他们会合了 这就是我 我从 接近火场 到 那个生死 二十秒的时候 的过程 报告完毕 六中队 Jim 感谢观看